有一个人 他在沙滩退潮的时候 你要做几个动作 他就在沙滩走着走着 然后就把腰蹲下去 然后就丢下去 然后就一直捡 一直丢 一直捡 一直丢 那么这个动作很可离 可能是匪夷 没有 那么就有一个人 就来走过来 就看看他 忘记在搞什么 结果这个人呢 一直观察他 发现原来他在捡一样的东西 原来退潮之后有一些海星 搁浅 那个海星搁浅之后 他就把那海星当作飞料 噓噓噓噓 这样一直撒 这时候那个人就不懂 他把他这样子做有什么用 那个人就走过来跟 老兄 你这样子一直摄海星摄海星 跪轻乡 跪斑乡 为什么摄不完 那么那个人就跟那个人讲说 我把一只海星捡起来 再丢到海里面 我就改变了它一辈子 各位前前 我们的真理市场非常地有智慧 他创办这个五分班 他认为每个班里面 只要有一个班员 他能够从班 这个班的课程里面受惠 那么他就可以影响他一辈子 藉口就影响他们全部家里的人 所以我们真理还是真是有智慧 那么今天呢 后学要来讲勤教 后学很担心 大家认为说 啊 真潮明啊 都勤教过 你自己拎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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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演繁的 校道 后学也很怕大家会认为说 东方钿比喽 其实都没有 后学今天抱着我们一起互相学习的心态来讲 我们要来讲在清晓之前 后学先来正本亲演一下 五名教育有什麽重要 各位前学 我们教育 我们这是第一天上 今天不准 今天不管是郭台 jeżeli 还是我们这些伸头小 иг 我们面对的五轮永远都逃脱不了 有些人很狼狈 你知道吗 在外面 光鲜亮丽 前夫后有 回来的时候 那天有一个 哇 没错 很狼狈 那儿子在那儿子 赶紧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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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你说这个人在外面成功有意思吗 再大的成功也弥补不了什么 家庭的失败 所以我们宁可不要像那些很难备的光鲜亮丽那些人这样 但是我们做个实实在在的人样 好爸爸 好妈妈 就像在座人那样 我们可以享受天文之乐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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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岁小孩都知晓 七十老翁 做不来 哪个时候才知道 我告诉你 知道的时候做饭都很惨 可能是夫妻失和 皇家在离婚 你才知道 哎呀 你人家夫妻知道这么厉害 他就把他抬起来 可能是父子失和 搞不好家庭破碎 搞不好爸爸妈妈已经走了 那时候才想到 哎呀 非常好 想到应该说我们课程 我应该你听了 买了 所以我们课程很重要 但是很多人 因为他太浅白了 瞧不起他 无形之中 就看不起他 一直到已经刻骨铭心 知道痛了之后 才知道来不及 我们一定要做个有智慧的人 对吧 我们一定要先把他了解 他的重要性 知道之后 我们就不往埋持生一趟 各位是不是 后学在五轮这边当志工 今年卖一个第六年 这六年 后学这一路走来 如果你问后学讲说 曾少明 你在五轮做了六年的志工 你最大的感想是什么 因为只有三个字 很踏实 很踏实 后学每天走在五轮大道上开心 每天可以讲说 养不回于天府 不作于地 他说我所作所为 根本就没有怎么样 没有做千万科 所以后学走在坦坦荡荡的大马路上 您知道吗 后学转头一看 这条路叫什么 五轮大道 这条路叫五轮大道 这条路叫五轮大道 那么五轮教育既然这么重要 后学前几天就看了一本书 是游钱贵 游钱贵各位知道吗 一个亲子教育 他才是专家 这算业员 游钱贵他是一个男生 他本来是心理专家 他后来变成亲子教育专家 他说他之所以会变成亲子教育专家 就是因为有一次朋友聚会 那个朋友聚会 大家都是有头有脸 对不对 那么其中有一个罪 有头有脸 大家每次提到他 就竖起大拇指 这个男生 真的就带来就带来 结果 宾客进完之后 就退卸了 对不对 退卸之后 那一个罪有名望 大家最羡慕的那个朋友 就留下来 游钱贵两个人就对外 游钱贵就误发说 你是怎么教你妈的 大汉好生 读到博士当医生 带你的工程师 妖神你是怎么教的 大家都羡慕你 羡慕你 就怎么不了 他这个朋友 讲了两句话 眼泪就有出来 他说你不要再说这个 我那个大汉好生 现在改名字了 叫做不 叫做不 二儿子改名叫做孝 两人代表 叫做不孝 各位 一大人的小孩 够他一个博士 一个工程师 屁股啊 不孝 那么 有钱贵那时候就觉得 唉 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 那个朋友 接下来改名字了 他小时候 为了忙事业 然后怎么样 结果孩子 弄就一通 结果想说 整大汁再看看 整大汁那里 连你都印掉了 赖火 那么 后来 有钱贵有老师了 他又去另外一个朋友家 他到了那个朋友家里 看到很多艺术品 那那个艺术品 有的是一个光光里面一幅画 有的是一双破旧的布鞋 有的是一顶帽子 全部都镀铜 镀上一层铜 那个有老师就 觉得很奇怪 他就说 唉 你这些艺术品 很不错 你在哪里买 他说 你有钱也买不到 这是我儿子第一次做的 我儿子穿过的第一双袜子 我儿子的第一双球鞋 我儿子的第一个书包装过 都敢做给他 他说 我这辈子绝对 要把孩子的第一次 通通留下来 他把孩子的第一 所有的一些 历来的一些作品 然后 通通收集好 他说我以后 要给孩子看 各位 这以前以后呢 有钱贵老师 那时候精觉无妙 因为他的大女儿 跟小女儿都已经蛮大的 他那时候才赶快转往 亲子落线 告诉大家 这个重要 那五轮的这个东西 可以讲说 既古老又现代 既常常又现常 你想想看 五千多年前 就有五轮在 五千多年后 我们还是在谈五轮 一个东西 如果经过千百年来 没有被淘汰 这肯定是有他存在的道理 是不是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 五轮到底 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后学先从上书来讲 上书是我国国的第一本史书 上书他上面提到的这一本的话 他说 顺承遥举巴远 使不苦教于四方 非母慈兄友 这个共同公豪 指教内平外乘 上书上提到讲说 当年的顺 还在摇的底下做乘子的时候 他推主了八位贤可之人 而且呢 他广部古教于四方 各位前前 古教就是 父义母慈兄友弟公指教 于四方 然后国内怎么样 国内和平 国外怎么样 外交顺利成功 我们不得不赞叹 顺那时候就有这样的智慧 要是在今天的话 顺 如果在今天的话 或许不晓得他会讲什么 不过很可能会讲说 我们应该要发展 毁灭性的武器 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义派 有人可能会认为说 我们国防预算要提高很多 但是顺他非常有智慧 他认为 只要把武教 武教把它落实的话 整个国家就大致了 是不是 事实上 是不是这个样子 也是 也是 我们再看庄庸 庄庸呢 是孔子的孙子 指师所作 他上面谈到说 君臣爷 父子爷 夫妇爷 坤弟爷 朋友之交也 不得天下之大道理 这个 五字打通现在的大道理 中文上面也讲说 这五种道理 才是人生真正的道理 要去学习的 我们再来看易经 易经上面也讲说 父父子子 兄兄弟弟 父父父 还是什么 还是五轮啊 只要这五轮做得好 家道正 正家 而怎么样 天下就平定了 你不要说什么 你只要把家里怎么顾好 整个社会就肯定 整个社会肯定怎么样 世纪就太平了 我觉得孟子讲的最控制 我一直能见解他 孟子讲说 道在耳而求诸远 事在义而求诸远 人生清其清 长其长 而天下 这个前前 第一个清是动词 第一个长也是动词 他说道理在很近的地方 可是偏偏我们都喜欢怎么样 从远处来求 事情很简单 但是我们却从哪个方向左手呢 孟子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我们都希望世界太平 世界太平就敢敢 一公子要人人亲及亲 每个人都亲爱 都尊敬他的长辈 你知道 亲爱他的亲人 然后尊敬长辈 天下就太平了 各位 后学把这个经典端出来 就是靠故人来做配数的 所以这是这个既古老又现代的一名知识 我们五轮只要顾得好 咱有一个顾台 台湾说得好 你说顾头也是顾后 知道如何 不行顾未来做笼牌 这个顾头就是什么 五轮 就是他五轮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社会为什么会动荡不安 源自于家庭问题 对吧 家庭为什么会不安 那五轮出问题啊 所以我们顾得好 社会安定 国家太平 这个逻辑谁可以推得翻 接下来后学讲一下 父母爱子女是天性 对吧 爸爸妈妈都一直回来 就是说爱子女 但是正确的爱子女 各位前学 一定要学习的 后学举一个例子 今年一中 这个一中是指台中一中 今年中一中毕业的时候 有个家长送他儿子 什么东西呢 这个故事呢 是后学的一个同事 是林老师 他亲口告诉我的 因为他的大儿子呢 也在一中五车 他就跟我讲说 这是不可思议 那天参加他大儿子毕业典礼 典礼结束啊 一中的门口停着一台马 沙拉地 各位高级跑车 没有人知道他是哪来的 后来原来是一个家长 送他毕业的儿子来 说浅姐 有那种智慧啊 你爱子女我知道啊 他们这里是最贵的 无独有偶 他来看代表 有一个土豪呢 在他儿子小学 小学毕业的时候 送他一台什么 你们猜猜看 一台BMWBM 各位小学毕业会开车吗 没有啦 附赠司机 附赠司机 司机 司机 我儿子要去哪边 你就在他旧玩 要读书 上下学接送 各位多小毕业送BMW 国中毕业 他们爸爸 送哪 坦克车 他高中毕业 潜水艇 从大学毕业 你知道吗 唉 爱子女要学习 不是这样 欢喜就好了 后学不禁想到 我们班上 小幼的故事 这 说浅姐来 就这样把赛 背围的 小幼 他是一个非常 非常说 很不好教的孩子 很不好教的孩子 他情绪很大 常常跟同学起众 然后把对方做了 鼻青连走之后 他会来跟我讲说 保诗 他打我 他是一款鸡蛋 然后把对方 对方的褲子 把他撕掉了之后 就把我打 保诗都是他害的 把他褲子撕掉了 都是白人对 都是白人对 那么 后学好不容易 等到我的家长 做谈会 就在上个月左右 他妈妈终于来了 他妈妈从来不出现 他妈妈来的会很高兴 他妈妈来的时候 第一个报道 他就跟我说了 老师我跟你说 我女朋友 我女朋友 很叛逆 很叛逆 在家里 他说什么 一言九鼎 一言九鼎 就是他说一句 顶九句 这叫一言九鼎 他顶九句 这都很拼大 拼大 什么东西 我不要收 都很挑食 他说一句 那或许听一听之后 或许就跟他讲说 那个林太太 我知道了 但是你讲的是结果 我想知道原因是什么 我想听听他原因 他就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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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什么原因 他就没原因 他就不顿下去 当然 这就是导火唯一的 孩子到底是怎么样 造成他叛逆 到底是怎么样 造成他 这么坏 这么懒 爸爸妈妈 从来都不去管 但是 各位想起来 我非常了解 或许非常了解 或许心里 其实有句话 没有讲出来 连小友 今天他这样 都是在做学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爸爸妈妈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妈妈 三天一小炒 五天一大炒 然后 炒起来 就是丢盘子 然后就上去 下来跟爸爸妈妈 然后动不动 就说 我跟你混了 那下来是那种 那么 就在开当亲会的前一天 我看那个 我班上的小友 就在那边又流眼泪 又流眼泪 我说 安妮 你是怎么了 他说 我不能讲 我妈妈叫我不要说 我说 没关系啊 你告诉老师 老师绝对不会讲自己说的 老师这个人口风可解难 你放心 他说 老师 好 我就告诉你好了 他说 昨天他爸爸妈妈又吵架 晚餐没有准 然后他妈妈去买高粱酒来 让他喝酒 他一个人喝酒不过瘾 你就摳了他的那些三菇六菇 一起喝 喝高粱酒 喝到几点 喝前来喝到十点半 喝到十点半 大家练练到哪 哦 练到哪 不知道 这时候 他爸爸回来 跟他妈妈一起喝 喝到一点半 他妈妈 这就是酒不容易 喝到一点半 之后 喝过头了 那妈妈妈就别忙 就别生的东西 然后你就在那打架 啊 小月就很 很难过 躲在那个角落 就在那哭 然后就是 还在想昨天的事情 各位前选 这种爸爸妈妈妈 在我们那种偏远的学校 可多了 可多了 他们从来不晓得 他自己是因造成孩子的果 他们不知道 他们一直以为 那个都是结果 你跟我说 你怎么发生 我知道 但是你要告诉我 原理我想对症下药 不是 很多妈妈 孩子丢到学校 我告诉你 这就是他怎么在家 所以你要怎么教 他才会教你 哎呀 买了 家庭教育已经 我告诉你 已经走了一半以上的路 你就 你叫后学说 要把那些 家庭教育已经 很惨的孩子 把它变成走向正如 像你所要求的很难 后学点多 把那个一点点的 那个有人有脚 稍微把它挖回 整个整体的架构 或许已经动不了了 各位前选 或许已经动不了了 好 宠坏孩子有很多方法 后学提出来 给各位吵架 但是你们千万不要真的吵架 第一 有求必应 孩子讲什么 啊 没关系 爸爸去买 那个广告 爸爸我什么 爸爸去买 洪南教授 各位姐姐 有没有听过 洪南教授 他也是落水 敬佩的一个大前辈 他的教育界 可以说 跟他的夫婿 曾志郎 曾院士 两个人 叛逆情深 说琢磨有教育 很久的一份十日 洪南教授 有一次到南师 台南师院去演讲 洪南教授 刚刚下车的时候 他看到一个女生 女的大学生 都读师院以后 是在当老师的 那女的大学生 在那边等 后来 一个女士下车的 显然是他的妈妈 拎着一个便当 结果那个女学生 看到他妈妈 指责他 骂你 你是白痴喔 现在才来 他妈妈拎着便当来 显然是迟到了一点点 这个以后 要为人师表的女 女大学生 在公然 就骂他 说妈 你是白痴 这个妈妈 居然也跟他陪不顺了 你不用生气了 乖 赶快拿去吃了 这个女孩子固然可恶 是不是 但是这个妈妈 教学 人工智慧 我们用膝盖想 各位 我们不用浪费我们头脑 我们用膝盖想都知道 她从小一定 就是对她女儿有求的 怎么样 避孕 像土地公一样 很多名词 现在才出现 你们有没有听过 妈导 妈导 妈妈的宝贝 什么都是妈妈来 有没有听过这个直升肌腹 直升肌腹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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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需要 需要 需要就不就怎么样 帮忙的垂直下降 输送货病 咕咕咕咕咕咕咕 都上来 一直跟着她 我儿子又去那里 趕快下 滿哦咕咕咕咕咕咕咕 我maó 可太太太太 還有没有听过那啃老子 各位 嘿这都不对 因为那孩子知道 因为那孩子知道 爸爸妈妈的辛苦 不是有求必竭 第二 她出言不逐 一笑自知 那孩子讲一些不得 不得体的话 嗯 没关系啦 还有孩子了 长大就懂了 机会教育 错过即时了 你如果这时候对他讲 等到你老的时候 他照样还是这个样子讲 老子 好高 整点好 我给你吃了 我给你吃了 他死了 我就是这样 你都给你吃了 第三 从来不告诉他说 你错了 不行 这朝明 你跟我 我没有是讲说 孩子你错了 会让他的自尊皆受损 这样子不好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 很好笑的画面 一个小朋友学走路 走一走 他踪到桌角 踪到桌角 那个爸爸或者妈妈 就打那个桌角 哎呀 爸爸打打 妈妈打打 这个桌子不乖 比较可怖啊 桌子坏坏 各位桌子在那边 招谁的谁 一干我给你打 一步就踩给他 他在无缘无故来撞我 居然还骂我 说我坏坏 我们实际上跟孩子讲说 我们走路要注意啊 瞻前顾后啊 桌子在那边 从来没有动过 走路要小心啊 是不是 你错了啊 走路不可以这样子乱走啊 多少妈妈有 多少爸爸有这种智慧 我们一定要告诉孩子 你错了 很多孩子就是这样子 以为九大行星 都是绕着他在走 很多人都认为 我们绝对不会错 千错万错都是人家错 第四 替他收拾所有弄弄的东西 哎呀你去担心就好了 哎呀你不要在这里我来用啊 然后桌子那么弱 等他做好了 没关系你了 我来用就好了 这个是爸爸妈妈的通病 后续以前就是这个样子了 但是一定要忍耐 各位这段过渡时期 一定要忍耐 我们动水巴他们的动手 穿一次 两次 三次之后 怎么样 习惯就会成智啊 但是你如果不给他一次两次这样子 那你在那边操之过急 教育有的时候要慢慢来 慢慢来 他总有一天怎么样 我们就不用再插手来 第五 毫不限制他上了 后学 教学这几年来 有一个状况 后学非常的头痛 而且也几乎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再去更改这个想法 各位 这个东西 后学没有办法解决 浮障 后学真的无能为力 孩子现在上课 如果你不用教学光点 如果你不用那种短片 如果不用那种 噓噓噓噓噓那种 哇这个 不大想听 后学当 当初当导师的 他在十四年前 后学拿着一支粉笔 一个黑板 从头交到尾 孩子很爱听 后学讲个笑话 然后讲个故事 哇那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高兴得不得了 现在如果后学没有用教学光点 然后说 老师我要过关了 老师 我要用来 很难教 教育部知不知道 知道 教育部叫康轩 叫南医 叫汉眼 叫国边本 一定要怎么样 要赶快做教学光点 然后各个教室要做电子摆摆 电子摆摆 每天教室都有 这个就是互动式教学 那个孩子才愿意听 这是个重口味的学习 非常重口味的学习 你认为孩子翻书的时候 他有办法去点 有办法去抄连锦 有办法 有深光特效吗 那眼睛有爱抖 跨老师铁粉笔 做生意 热铁铃三寸莲花 不想听 只想怎么样 看精彩 看那些圣上处看见 或者不想学习 各位 这是个好事 这是个好事 但是后学就无能回应 后学跟大家讲 后学无能回应 那么后学就能拜托大家 不要再无限制要求孩子上 如果孩子 你让孩子的口味 继续这么重的话 你要回归到书本学习 那个真的是很难的 真的是很难的 来 如说呢 一个教育学家 他讲到一句话 他说想要毁掉一个孩子的 就是让他予取予求 我们要做个有智慧的办法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看圣经 圣经上他提到了一句话 他说趁有指望时 管教你的孩子 我们可以常常在图书馆 或者是百货公司 或者是医院 看到一个状况 哎 鸣啊 等一下 然后在那边 嬉戏在那边大声轩软 图书馆 医院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爸爸妈妈坐在那边 很亮 稳路太山 那么好像 哎 鸣啊你怎么回事啊 各位 会发生这个状况 可能是他在家里面 就已经微炎瘴气的 鸡嘴狗跳 所以他认为 他同理心嘛 大概每个家庭也是这个样子嘛 或者是一个种状况就是 我说他就会不会疼 啊 现在他啊 现在他啊 我们 我们一定要知道 孩子如果在小时候 在国小之前没有管好 他上了国中之后 那个难度加大了 事倍功半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小时候 就把孩子 还有指望的时候 我们保二保安 还是管好 不然 那个是我们自己 那么 曾草 你在说这么多 我去那里面说 你可不可以讲重点啊 父母亲到底该怎么样做啊 各位 礼记里面有讲这句话 他说 教业者 早善而救歧师 各位礼记 这是一本好书的 礼记这本书呢 它在以前呢 它是记载孔子时代 可能一直到战果时代的一本书 一本书 那么礼记有很多篇 礼记其中呢 有一篇叫做学迹篇 他就讲了这句话 礼记里面有很多很棒的 譬如说 有一篇叫做大学篇 有一篇叫做中庸 其实大学和中庸 都是属于 属于礼记里面一篇 南宋诸西 把大学跟中庸抽出来 然后合并于文宇孟子 合并为什么 合并为试书 你看礼记 都没有了不起 南宋诸西 把它合并为试书之后 就变成 所有科举人的 参考书的 就一定好读的试书 那么礼记里面 还有一篇 那个礼运大篇篇 大家一定听过 大刀之心 也借下为功 算了 我都听说 我又穿着 别人都照料亮了 像我 像我学讲师那样就拍过 教授者掌善而救其师 你说 你要教孩子 最重要的 就是掌养他的丧心 弥补他的缺失 OK 那么这个又是个很大的话题 他说善 人意体制心 喜和宗教 人的心理 可不可以讲重点 各位 百善 孝为先 我们从什么左手 孝来左手 孝为百善之手 孔子也讲过 福孝者得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 孔子也讲过 孝替野者 其为是人之本也 孝就是我们人的根本 就是百善之手 那或许呢 再把它稍微讲 一个白话稳一点 一个人孝心打开了 百善自然也就跟得开了 那么呢 在大陆有一个人 他姓葛 叫做葛建立 他是一个富人 现在应该五十多岁了 葛建立或许要尊重他 葛老师 他是不得了 但是他在五十岁之前 真的是二二六六 他在五十岁之前呢 可以讲说是一个 非常不懂的柔顺的一个名字 一直到嫁人之后 一直到嫁人之后 他也从来不侍奉他的公公婆婆 而且还主纵 後來像大柔子 後來整個像群圓一樣腫血 這一腫他沒有辦法腫瘋 那麼他去看那個中西醫 中西醫都跟他講說 在羅伯裡面 他就是氣血不通 他氣血不通怎麼辦 氣血不通就開刀了 開刀就又長了 一直長 各位後來葛建立老師才知道 氣血不通 其實就是從他的心裡面觸發 他從小就不柔順 頂撞 然後 對他的公公婆婆婆從來不見像 他的公公 他的公公已經八十幾歲了 被他氣貪再走 嫁出去之後 我跟他這樣一眼 氣得貪罷了 躺在床躺了三年 那麼葛建立 他就是那種橫行八道的 他認為他身上的傷也沒什麼了不起的 一直到最後 他上了一堂課 類似這五輪的課 他上完之後 他終於知道 他所有的疾病 各的根源 可能跟他的笑心 或許有關 笑到永遠 真的 人家 人家講一句話真的是 他說 縱有虛名 惡劣 一會變小 他就真的撤喉撤喉 的懺悔 可見令他回去之後 雙腿一胃 咳 爸爸媽媽我錯了 磕頭 對著他的公公婆婆給磕頭 爸爸媽媽我錯了 磕頭之後 可是問題 他公公也去被他氣貪在床了 他縱使那時候要做個孝順的媳婦 OK啦 是有些來得及 是有些來不及的 他問 他公公也去他氣貪在床三年 他不死心 他認為 事情既然是我造成的 就我來負責 因此他就一直問 他問到他的那個村莊裡面 有個老師傅 專門做推麻 那個推麻真厲害 磕子跟他推麻也可以走路 於是他就走了很遠 很遠 那大部分的村莊都很遠 就走走走到那個老先生 他也是一樣 看到那個老先生就跪下來 老人家你心情好 請你無論如何都要教我 你推麻的技術 我老公 我老公被我氣貪在床 是我氣的 我一定要想辦法讓他再走路 就這樣子他在那邊一直學 學推麻然後回來 各位 第一個月 他每天找我這樣子推麻 一直找我推麻 沒有任何情色 還是一樣的 他公公也認為說 媳婦啊 這樣子就好了 我已經看到你的孝心了 這樣子就足夠了 說爸 我一定要讓你走起來 我一定要讓你走路起來 一直到第三個月 奇蹟發生了 三個月之後 他公公居然被自己坐起來 自己走路了 這個是醫學上的奇蹟 各位 半年之後 他的公公已經可以齐三個折方 和地搬家了 孝替之志 通於神明 光於四海 無所不通 他根本就是小事 各位 大家一定要笑地之之 各位 建立老師後來 就參加一些大型的演講 就受邀上來 後來看了之後 真的是感動到對不對 你們如果有空的話 自己上網抓一下 在葛建立 他講的這個故事 各位 你聽了之後 一定動了 一定動了 各位 孝心開了 擺善自然就開了 其他你就不用再擔心 一個孩子 如果他懂得孝順你 其他我就不相信 他的品性會差在哪裡 我絕對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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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一定要孩子做家事 各位爸爸媽媽 有一句話講得好 他說 喜老知感恩 一個孩子 如果他不去做一些家事 他永遠不曉得 爸爸媽媽做家事的辛苦 各位前前後學 算是很勇頓的 我一直到讀 情義風船的時候 住進火車船 在住進火車船之前 我從來就不會感恩 我媽媽煮飯有多的辛苦 我認為我媽媽煮飯 那時候就進小了 直接弄 後學住進火車館之後 要開始煮給學弟妹吃 那時候才知道辛苦 肉在肚子裡 然後要排除食表 早上五點就要去採奶 後學那時候煮了兩年之後 後學回去吃飯 媽 你這是怎麼煮的 有時候會這樣煮的 我以前沒有感覺 那時候 口口感恩 如果一個孩子 他沒有跟後學一樣 這樣清楚做一些家事 他怎麼知道 爸爸媽媽的辛苦 有一個孩子 他在家裡怎麼樣 學拖地 拖拖拖拖 從一樓開始拖 拖到二樓 拖一拖 腰好痛啊 他頭腦會開始去思考 媽媽從早到晚 家事做過 一直拖 我怎麼這麼痛 拖完還要洗衣服 洗衣服還要等我們回來再煮飯 媽媽真是超人 那麼在大陸有一個小女孩 她個子很小 她在學校老師跟她講說 各位小朋友 生日那天叫做母難日 因為媽媽懷著 什麼 懷著可能是要進鬼門 關著那種風險 把你生下來 所以你生日那天 最應該吃蛋糕的是媽媽 所以那天你一定要做起來吃 笑說媽媽 不要讓媽媽辛苦好不好 就把那個小女生聽進去 她回去之後 那天她生日 她就跟她媽媽講 媽媽 今天我煮給妳吃 我煮給妳吃 但她個子矮不通通啊 她就真的 她就嚇死了 哎呦 她個子很小 她就去搬一個什麼 小板凳 小板凳就站上來 就像霍雪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怎麼樣 就開心 就變老了 結果她就學媽媽 就把油先倒下去了 油倒下去 瓦斯開下去的排鞋 排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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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哎呦 好痛喔 她就噴到之後 她才想到 難怪媽媽手上怎麼常常有水泡 唉 但是 她去跟爸爸借手套 她是大人的手套 戴著然後袖套掛著 底下 非常薄 然後呢 菜放下去之後 噴的變怎麼樣 對 鬧臉 她趕快往後退一步 這個小女生也算聰明 她去跟爸爸借安全帽 爸爸 安全帽久了 全罩子 蓋上去 不會輸 外線 那個派人 站進去 安全帽 噓 噓 噓 煮完之後 那位前前 煮完之後 你才來看那個小女生 以後敢不敢 心中全集 噓 她終於知道 煮一煮飯 這麼辛苦 這跟過學當初一樣 過學當初 過學當初完學習之後 才知道 煮飯真是辛苦 男人真的是很命好 男人都動一張嘴 吃吃 他就照 有些男生還很吝嗇 葬美一下 真的是很奇怪 像後學 只要那個老婆有煮 有煮就好 一千台做過千台講 只要煮得有一點點好吃 哇 薑甜美 薑老婆煮得很好吃 男人就動著嘴巴 女人真是辛苦 都辛苦 各位 如果你的孩子從小 就習慣勞動 他是養成勤勞的習慣 像各位要是老闆 像我哥哥是大老闆 我哥哥是個大老闆 如果有人呢 跟各位前嫌的 去來應徵工作 各位前嫌的 你像是老闆 各位你會選一個學歷高的 還是選一個很苦力 你會健康 苦力會怕病 各位 各位你如果讓你的孩子已經洗腦了 已經養成勤勞的習慣 你已經幫他立以不快之地了 恭喜你 第一喔 手臂已經等等花錢 等等花錢 那麼有人就講說 那麼四季他做家 是用代幣制度 你覺得怎麼樣 代幣制度就是說 洗衣服怎麼樣 按三點 五塊錢 按五點五塊錢 各位 對 這個就是 後學家裡的 牆壁的一張牆 後學把它開下來 那麼 這個始作庸者 是後學的老婆 啊 真 真的是很傷腦筋 因為我太太也在場 所以講起來真是尷尬 不過後學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了 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了 後學已經把家裡的蒜頭 把公公藏起來 所以我 而且後學家裡那個 沙發都露得很乾淨 睡起來應該來做的 所以我要把這件事情的始末 公主於是 一當時 我太太跟我 下去那個高雄鳳山那邊 找她妹妹 就是我的小兒子 我女兒就說 喔 我女兒這麼歪的 你看 提籃子去洗衣服 你如果是做的 就去看被人家拿到 洗衣服也是一樣 我太太就說 啊這是怎樣 我跟妳說 這個叫做代幣制度 這是一種正真強 屬於那種 一種行為 行為俗態的 正真強的行為 我跟妳說 洗衣服 就給她五個 啊 晾衣服也十個 這樣 很有效 我跟妳說 妳看我女兒 好乖 我一樣 五個孩子 跟著訓練 我太太回來 就跟我講說 我也要用 我說不要啦 她說要啦 好啦 各位 這底下 就像葉問所講的 沒有怕老婆的男人 只有尊重老婆的男人 那我是屬於後面那個 這邊有的有 但是妳一定要記得 記得我跟妳講過 妳一定會後悔 各位這個已經變成遺跡了 前陣子已經變遺跡 我太太終於跟我講說 她真的錯了 為什麼 各位 她到底是為了錢 還是真的體會到 爸爸媽媽的辛苦才去做 這很簡單的啊 這種腳踏右手也知道啊 而且第二個問題就是 以前三公子 很大對不對 現在小孩 小孩不然又大了 三公子 那妳這座 老婆妳談嗎 不可以談 對不對 這概率制度 如果用在學校 我認為這是不錯的 因為學校那種 利用這個 讓那個學生去 但是在家裡 那種親子關係 一定要讓爸爸媽媽媽 一定要讓孩子 爸爸媽媽媽的辛苦 這個不可以再用在家裡 好不好 所以各位請寫 後學那種寫臉臉的例子 你們一定要放在家裡 這個 我們一定要口語正真想就好 好 接下來 或許談一下 一定要賞四年的孩子 江本聖 各位有聽過嗎 他是一個日本的 一個很有名的一個博士 江本聖呢 他利用水的實驗 做了好幾亂次的實驗 每次實驗都一樣 他在聯合國也發表過 那個江本聖 他也做過了一個實驗 那那個實驗是這個樣子 三個杯子蓋住三顆草莓 第一顆草莓誇獎他 哇草莓你長得鮮嫩玉滴 好好吃喔 第二個草莓天天罵他 叫啥不甘味 他笑這樣 第三顆草莓蓋住他 不理他 就不理他 不略他 結果這樣子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然後呢 第一顆草莓 各位前就是天天罵他的 你猜猜看他怎麼樣 發霉而且爛 第二顆草莓是誇獎他的對不對 不過真的很神奇 完如當初 跟當初一模一樣 第三顆忽略他的怎麼樣 也爛掉了 也整個發霉爛掉了 這個實驗絕對不是只有做一次兩次的 各位前面這個有科學背書的 你們都可以上網查 這個已經是科學背書的實驗了 那麼你把草莓換做你兒子 你女兒 你如果天天誇獎他 你想想看會有什麼效應 你看看他會有什麼效應 你是豬我連這個也是不會 他長大就真的變一隻豬了 這個叫做笔馬的效應 第二 有個群島叫做索隆門群島 索隆門群島那邊原住民 他怎麼砍樹的呢 或許跟大家報告 他們砍樹之前呢 他們所有的原住民 就到了那個大樹旁邊 開始就罵了 開始罵 你這棵樹一直罵他 他們說 罵三十天一個月之後 這棵樹會莫名其妙地 葉子掉完整個枯齒 一個月 而且雨勢不爽 各位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你們都可以上網查看看 草莫如此 更能控制流血流 對不對 所以我們 我們盡量不要用那種負面的語言 負面的情緒去對待孩子 他是有感覺的 那麼 或許來談一下 謝昆山 有聽過謝昆山啊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口竹話家 謝昆山為什麼變成口竹話家 或許來理解一下 謝昆山他在十六歲之前 他是佛卡摩祥 他住在台東一個立道的地區 他是一個阿美族的原住民 一個原住民 他十六歲的時候 在外面打工 結果在工地的時候 有一天 上面一個工人說 謝昆山 你借一下這個鐵管 你借一下 他上面傳了鐵管給謝昆山 謝昆山就抓著鐵管 然後接住 不偏不靈 拿下來的時候 誤觸高壓電 高壓電220 那個高壓電是3300 剛剛那個高壓電 已經到達那種程度的時候 整個人會吸過去 你不用碰他 他的管子就吸過來 結果這一處 謝昆山全身燒焦 趕快送往急救 因為請請 除了他的左腳之外 全部結肢 全部結肢 你想想看 那是你能幫你收的 好卡好去 變成準左手 他說他痛不欲生 連自殺都不曉得怎麼自殺 於是他咬蛇至近好幾次 咬蛇 但是他說這一路上 不離不棄的是他的母親 他母親都一直鼓勵他的兒子 兒子一枝草一點路 天無絕能之路 他兒子才慢慢慢慢的 走出那種低潮的地面 同一個時期 他開始學會用嘴巴夾著畫筆畫畫 就像這個樣子 他開始學習畫畫 這個一畫呢 我告訴你 有一次 那個吳炫山老師 你知道嗎 還有張大謙老師 看到之後大大的讚賞 說這個人有天分 這個人是誰 這個是謝昆山 謝昆山自信入理 他本來是對自己完全絕望的 於是他開始認真地畫 認真地畫 沒關係 我至少還有兩顆眼睛 還有一隻什麼 一隻左腳 但是命運之神 彷彿在跟他繼續開玩笑 他有個妹妹 有一天他妹妹幫他裝電一本書本 裝電書本的時候 不曉得怎麼樣太大 結果那個書本 他一用 把他的右眼 就這樣 動氣就把他刺下去 要神刺往蒙波裡 失明 一尊做 趁著左眼 左腳跟跟跟左眼 他好不容易已經學會了那種口頭話話 那人家也賞識他的 結果又開始 又想自殺 就動不了 一樣又是他媽媽 一路上不理不氣 又繼續鼓勵他 到最後 謝森山 他真的 就擺脫了所有的那種 所有的負面情緒 甚至於 各位前線 他還發明 發明那種 不用手就可以用嘴巴吃飯的那種儀器 還有不用手就可以喝湯 不用手就可以尿尿的那些儀器 他參加了紐倫堡的發明長得到名牌 給他們大大的一個信心 他變成一個發明家 各位 他的優勢居然是從綠色門來 所以天武絕人之路 天武絕人之路 他的謝森山 他有兩個女兒 他生了兩個女兒 他的教育也非常的妙 也非常的妙 各位前線 讓我們一起來看 這個精彩的短片 他是怎麼樣教育他的女兒 嗯 他輪給フォ�uto 的 互善 他除了 Pizza 好 我亂承 他女dzie 他沒有他 我们可能知道你吧 只不过一个成绩又上来 另外一个成绘又上来 那个成绘又上来的 多可爱的你知道吗 刚刚的人员 第一次变成的孩子 从三五十几 比较好 五十几点 刚刚这个成绩 我们给他讲的句话 他想问问 好大啊 你还第一个音乐 希望不存在 这个 Technolog来说吧 真是 他经营化的 正是 大家 那里面 口视感 一看 有点 他人 三 TJ 有点 走路 他人 这 但是 他的 大 是 二十一 二十一 他被 彼 大 准备 一 你根本不不意呀 一旦你就是你哥哥 你根本贴了自己嘛 你根本贴了自己哥 你想到你也想不到 那你想到 我才是一位得过 不然 你又不认得不认识 他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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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 李国 他妈 他妈妈 也是 小 你 姓 闻 会 他 ją touch macht 那就 Discover 我都不想 那時候我都不想一看 你也來電 咦?這都不是剛剛好嗎? 那你馬上聽過電話 好可憐喔 這個電話一聽喔 電話一聽就一直喊心 喊著 告訴你 我這是一個一個 我自己這個地步 而且我給你 我一聽 那很可愛的你知道嗎? 馬上過去來問你 他 他 這是他一聽嗎? 他 他對不對 這是什麼歌 然後 八分 八分 各位 這個八分呢 要不是讓其他的孩子考出來 可能 他的家 會發生命案嗎? 哈哈哈哈 但是那些讓我的孩子考到八分 記得這麼快樂 你知道嗎? 就是在一個孩子喔 我早一年以後 受到美國的醫療 我從來沒有遇過這個功課 忘過他 沒有遇過他 沒有遇過他 從來從來沒有 我只能夠給他 鼓勵 擁抱 鼓勵 鼓勵 不用陪著他 欸 這個好辛苦 你知道嗎? 真的好辛苦 好辛苦 一直陪著他 一直到他 我下星期喔 欸 他突然醒過來 好像醒過來 他突然醒過來 哇 非常走 開始一直說過 然後 結果 五十一米的孩子 書寫給他的孩子 大學 靠著他 說 啊 真的不錯 太小 真的不錯 欸 都是三連 都是看上 掉下位 遇到嗎? 結果 我不是一連 社會遇到一連 一連多之後 看上 鼓勵 等你去 哇 哇 看 他就成了 他就成了 去這兩次說 讚美 鼓勵 謝謝 他就成了 因為我那時候 不是有鼓勵 可是又讚美啊 欸 我自己沒有情緒呢 然後我小時候 他那個時候 他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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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那是誰做的啊 那是辦法做的 那是辦法做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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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會這樣 是最好的 也是最好的 為你做的 就是你 他那樣都會表演一下 卻是 表演一下 對 而且我覺得 卻是用來講一個重點 匪路 要陪伴 要陪伴 讓有愛的孩子 然後 謝生長 曾經到我們學校園 所以 或許這個也聽了一次 他真的是一個好樂觀 好開朗的 但是 或許讀了他的資料才知道 哇 他曾經這麼辛苦地走過來 當我們低潮的時候 當我們上興南部的時候 我們想一下謝生長好不好 沒手 沒剩一隻腳 一個針 他可以變成這個樣子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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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那個小女兒 其實有個重點 那個主持人 有講到就是 陪伴這兩個字 他講得很輕鬆 他說 他後來考上 輔大二輪系 那個中間都 你看 從小學到大學 天天陪伴 你做得到 他必須 他必須 以後學的眼光 來看 把家庭 把孩子教育 擺在第一位的很少 多辦是怎麼樣 做自己的事情 他一樣 你看 心中說 花那麼長的時間 才能得到一個甜美的果實 我們絕對不可能 看到一個家庭 幸福美滿 那這個偶然 幸福家庭 也絕對不是偶然 長久的經營下 一個家庭 如果烏煙瘴氣 即被滾掉 也絕對不是突然發生的 一定是好幾年 日幾月來 各位錢錢 我們要一件事情 好事發生 我們真的要努力好久 我們一起努力 那麼後學想跟大家講一句話 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孩子 只有完整的孩子 如果說你要找完美的 我跟妳講 越長越來越長越來越長越來越 那麼他是你的孩子 我告訴你就是上天注定的 你不要想比他 一定有他的意義在 我們一起來念 這句非常重要的一句話 父母來預備 父母的痛苦 我原是沒有真正接受自己的孩子 有些人常常講一句話 我怎麼不可以 你知道嗎 我是恨鐵不承擔的 是不是很多人常常會這樣子講 萬一你的孩子不是鐵 你孩子如果不是鐵 他怎麼可能變成鐵 你當作恨也沒有用 你種了一顆綠豆 結果在那邊每天希望一顆一顆菜龜 這是不是很好笑 他就是綠豆 你怎麼希望他結菜瓜 難道綠豆不如菜瓜嗎 綠豆一定有他的功能在 後學人來喝綠豆他們清涼退補 你想他一頂沒有把閉 想他閉下去 各位 第二 一旦堅信 來預備 七 一旦堅信 孩子都是獨立的個體 都有其價值 父母就能學會接受與犯下 各位姐姐 我沒有那麼智慧 這個都不是我講的 可是或許讀書 把他精華解錄下來跟大家分享 太多爸爸媽媽 都認為他兒子以後一定是莫扎克 太多爸爸媽媽 都認為他兒子以後一定可以跟莫貝爾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很多應該當音樂家的結果被迫去當藝神 很多人應該是個很棒的藝術家的人 被迫去怎樣 被迫轉動 去當 我也不知道 各位 每個孩子都是他獨立個體 我們一定要找出孩子 他的戲劇所在 然後 我們慢慢的朝著這條線下去走 慢慢的給他引導 我們一定要完全接受自己的孩子 即使他有殘缺 即使他很笨 即使他長得不可愛 那那都是我們的孩子 他一定有某方面 某方面 那就異於藏著他 我們看一下這句話 每一個才子的一個人有氣 每一個孩子都是天才 此時天才的位置不一樣 各位前前這句話正是他講的 這個人叫做盧書偉 有聽過盧書偉嗎 盧老師 你們也可以上網 我們搜尋一下 盧老師他的書 後寫看了也是很感動的 那麼盧書偉 他在27歲那一年 他做了自力測驗 自力測驗分數 70 IQ70 各位70是屬於 邊緣性智能不足 但是他現在是什麼 他現在是我們台北板橋 地方法院的少年保護官 通過層層考試考上去 一個 智商只有70 怎麼可能當到保護官 遺檢署人 他在小學畢業的時候 啊 他感到大不了 他罵他 說是笨的跟豬一樣 他跟書偉小時候 真的是整個自信心都 都受損了 他真的認為他是豬 他說他小學六年級 畢業指揮了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 歪歪猛猛的 寫自己的名字 不是書 他還嫌說 不怕很多 我記不起來 啊第二個就是 他學會看時鐘 知道 我現在幾點 但是他這一路走來 他說 他從他爸爸媽媽那邊 學到所謂的 不離不棄的一個支持 當他爸爸回來 又聽到吳書偉在抱怨 啊 老師又說 我很笨笨的跟豬一樣 他爸爸就安慰他說 爸爸認為你假如是豬的話 也是全地球 全天下最聰明的豬 他這句話一直寄到現在 他媽媽對他的要求是什麼 他媽媽說 他媽媽會偷偷的趁他睡覺的時候 去摸他的鼻子 摸他的鼻子 他認為我兒子如果還活著 就好 其他都沒關係 一片王子貴 因為他是他的心肝寶貝 即使人家說他兒子 笨的跟豬一樣 然後給他很正面的能量 一直關心他 他的大姐叫做盧美貴 後來為了他去讀特教 然後當成老師 就是為了他弟弟盧書偉 各位想不想嗎 盧書偉到最後智商只有七十 但是他遇到那個貴 那個教授 用他的分析方法分析出來 他智商雖然只有七十 但是他在語言邏輯方面 創意思考方面 根本就是個不責不扣的天才 於是他就跟那個盧書偉講說 盧書偉 你根本就是個天才 不信的話 你現在把什麼什麼寫給我 他講給我聽 那個思緒是清楚 他說他從大學二年級開始 幫教授寫教德書 大學二年級 他本來是個智商七十 經過他教授發現他天才的位置 跟人家不一樣的時候 他自信心整得上來 各位這是個真實的故事 是個真實的故事 這個短片 我們如果看下去 評論沒有時間 各位前寫 你們自己上網查看 盧書偉的故事 真是精彩 真是精彩 我們來談一下 生教的重要 如果說我們要教育孩子的話 自己沒有做好 你說講出來的話 有沒有說服力啊 沒有啦 有句話他講得好 生教者從 嚴教者送 你如果做 你如果做給孩子看的話 孩子就怎麼樣 就服從 就跟從 你如果只會講呢 那會會產生 送 送就是吵架 就會吵架 各位 生教一定是做出來的 在大陸啊 有個爸爸 他似我自孝 他的媽媽因為 身重病 常年過病在床 那麼他媽媽有解癖 他媽媽有解癖 那麼 他呢為了要侍奉他的媽媽 每天洗那個 尿尿的那個尿佛有沒有 刷得很乾淨 刷得很乾淨 因為他媽媽有個解癖 那麼後來 他的女人 每天就看他爸爸 這樣子 孝順他媽媽 每天刷那個尿 刷得一直刷 後來他說 他看見他爸爸 有一次刷一刷之後 他爸爸居然做了個動作 就是為了確定 他有沒有刷乾淨 他把那個尿頭 他爸爸把它套在頭裡面 套著拿進去 我們看有沒有尿的味道 他說這一幕他永遠忘不了 他說我爸爸從來就沒有跟我講過 要孝順他老闆講 但是我已經知道了 我已經知道了 各位 身教創不重要 不用說 你做得過 如果說 像 有一些人呢 長大之後 開始長大之後 才看到他那邊講說 啊 孝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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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好先考慮一下 你榜樣做得怎麼樣 第二 德國呢 有一位教育學家 他叫做福禄貝爾 他講過一句話 他說 教育之道無他 愛於榜樣而已 各位前前 榜樣是不是就是生教的 教育沒有其他的道理 就是關心什麼樣 和做榜樣而已 這句話真是子弟有生的 這句話呢 也一直 這句話呢 也一直是厚雪的 奉偉教學的作用 厚雪也一直認為說 這句話應該是當全 全神老師的一個作用 那麼厚雪講的小度是 我的媽媽 我的媽媽她在讀小學的時候 她的老師叫做廖福本 後來之後那個立文有沒有 廖福本 她居然是我媽媽的國小老師 那我媽媽說 那個廖老師幹什麼 她一定都賣去 但是她最記得一件事情 她說廖福本老師 知道我媽媽她家裡 家境比較貧窮 午餐沒有變她可以吃 她跟我媽媽講說 老師已經吃飯了 在扁框就吃了 或者是跟她一人一半 我媽媽這一輩子都記得 廖福本老師跟她 做過這麼一個寬容 這麼一個愛她的事情 其他她都不記得 各位一個爸爸媽媽 一個老師 往往留在孩子心目中的 可能不是她的知識緣果 而是她在哪個時候 事實的發揮她的關心 讓她心裡得到出動 得到感動 所以 各位姐姐 我們當人家爸爸媽媽的 我們一定要以身是道 我們把 我們立身行道之後 即使 即使說孩子將來 怎麼樣 我們也怎麼樣 問心不愧 你們說是不是 當然 各位在找的都是有智慧的找幫忙 我相信我們的孩子 絕對不會插到哪裡 我們沒有信心 好 因為時間已經到了 候選在此 祝福大家 家庭圓滿 夫妻可樂 父子子孝 兄友對共 大家整個大圓滿 謝謝大家